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初对他的叛变装作浑然不知是正确的 我赢了 我赢了 為什麼不說話 我們的一名同志被捕了 代號封車 他的手里掌握着江北指挥部 和荣誠地下党员联络的最新点台密码 怎么会这样啊 风车是我们最好的报告员 他的被捕和纳约菲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把那个片头抵住了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现在 荣誠地下工作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组织者 却好像把我们两个给遗忘了 没有任何人和咱们取得联系 也没有任何任务交给我们俩 我成了断线的风筝 你也成了 遥不响的风鸟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找到蜂鸟 蜂鸟 可能真的已经牺牲了 啊 他 はい 沈队长 沈队长 来 歇会 好 来 别累了 歇会 你小子 腰虫 下一个节目 开始 哼 哈哈 小虎子 千万得抓紧了啊 要不然你的脚话 就千冲百孔 嘿嘿嘿 啊 知道什么是蜂窝式的伤口吗 蜂窝式的伤口就是 没办法补也没办法 再好的衣服 也只能眼巴巴的看你的脚 你不是有毅力吗 抓紧别撒手 永远别撒手 抓紧了 千万抓紧了 我来赌一把 我赌十块 赌他一分钟之内 肯定得掉一把 赌我 赌 我赌十块钱 坚持一分钟 大哥 我签出我了 我赌手表 怎么样 可以计时 两 预备 开始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哟 怎么了这是 还能怎么着 沈犯人体力活 谁像你呀 花钱月下 就帮我重温 不至于 怎么样 照了没有 谁能过得了刑训 这一关 除非他是铁人 说不说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 走 看看去 先弟 这句话 我本不该说 但看在你我 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我要不说 总觉得对不住你 什么事 你说 你最好离其木窑远点 其余的 你就别问了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三 四 混账 站着的话 你们没听见 混账这小子走不了了你们台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丧失自由的躯壳 你先是被同伴抛弃 又被组织遗忘 你那可怜的生命里也就只有在上帝那里能得到庇护了 在这个阴暗翻来 暴力的时代 屈服顺从 是你唯一的处 我写背叛 你才有资格活在这人世上 再拍一张 副好了 来 半个就走 来 这边 对对对 来 不好啊 再拍一张 这边 过来 站长 差不多了 好 赶快拿起出戏 是 其他的人不要走 今天晚上留这吃夜宵 这边 看不到了 站长 坐吧 云飞啊 给代组长倒酒 好 我自己来 来 干一杯 沈组长 他很久没吃东西了吧 从昨天晚上 被抓到现在 连口水都没喝 云飞 你喂他吃 吃吧 吃吧 你放开我 我给你 我让你咬 我让你咬 让你咬 都看见了吧 我们这位彭奇老弟 不但嘴很硬 这一口钢娘也是好生了得啊 不要紧吧 站长 照片出来了 好 好 处司长 坐 我们的彭奇老弟很上相嘛 怎么样 要不要自己欣赏一下啊 啊 好 那我就跟你说说 故事是这样的 共党分子彭奇到达荣城 当天 就被我保密站给拘捕了 被捕之后 他不堪忍受皮肉之苦一失 举手规计投降 为标中心 他还提供了另一名 潜伏在荣城的地下共党谍报人员 也就是 代号封标的那鱼飞 同时 他还向我站提供了大量的共产党的绝密情报 使很多潜伏在荣城的地下共党 相距落网 怎么样 故事虽然谈不上精彩 但是很完整 如果你能认可的话 明天就可以见报 卑鄙 凤其老弟 算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还要利用纳云菲的叛变 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夹在你的身上 我要给你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原案 让你无法向你的组织澄清实实 就是你浑身上下都是嘴你也说不清楚 怎么样 合作吧 唐其老弟 我跟你说实话 这可是我最后一招 如果你仍然无动于衷 我也无计可施了 我只好把这些消息全部散发出去 然后让你在这里慢慢的死去 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死 也不能让你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死也让你在共产党那里留下千古骂兵 怎么样 放下老爹 愿意合作呢 就喝了这杯酒 不愿意合作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倒计时 你的血会一滴一滴的流干 在这十天之内你会慢慢的死去 在这十天里 你的收获是巨大的 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尝过的滋味 都会在你人生的最后两百四十个小时里 一一品尝 最后到地狱里去慢慢的回味 是 什么都没有尝过 你这些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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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点了 9点35 十点之前 我必须发一封平安到达的电报 给我的上级 不然他们就会知道 我已经出事了 你去休息吧 我盯着就行了 受不到抨击的电报 我睡不着啊 司令员 政委 饭肉好了 两位首长 这饭都热了六四了 面条都成面汤了 多少你们要吃点 好 我待个头 我走 就要把我打开 了 要快 我 做了 我 做了 想办法 我 做了 再说清楚点 所谓安全检查号 就是上级对报员发回的电讯 是否可靠的鉴别信号 主要是上级和报员之间 联系的秘密暗号 它可以保证 上级接到的电讯 不是在敌人的监控下发出的 是的 上级指示 一旦我被捕 可以按对方的要求 把安全信号交出去 第一个安全信号交出去之后 如果没有第二个安全信号来核实 就等于告诉上级 我是在敌人的胁迫下发报的 非常好 来 你现在 可以用你的双重安全信号 给那上级发报 站长 电报员发报 是用摩尔斯电码的长短讯号 组成一组组相连的讯号 这些讯号 由于各个电报员 拍发过程所掌握的 长短 间隔 手法 速度的不同 这就叫 报员的手法 也就等于说 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签名 如果他在发报时 做了手脚 即使使用了双重安全信号 熟续他的发报员 也知道 电报 是他在紧急情况下发出的 有什么办法 可以防止他做手脚 可以编一些电文 让他模拟发报 正式电文中的每个字 都会在模拟电文中出现 在模拟电文发报过程中 进入他的手法 然后再让他进行正式发报 发报完毕以后 进行比对 好 就怎么办 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再次复杂 發報完畢 正式發報 是 有7號了 是他嗎 是 我 你大龍城 皇城 發報完畢 請你說一下雙重密碼的使用方法 第一個安全隱藏信號是 在第三個字和第四個字方格之間加36 在第四個字和第五個字方格之間加18 他使用雙重安全密碼沒有 用了 彭琪已經打入敵人內部了 嗯 馬上給他回殿 好 讓他繼續待命 等待新的任務 說什麼 待命 彭琪 你這次龍城之行還有其他的任務嗎 有 因為我對龍城比較熟悉 所以我這次來的主要目的 是替換那雲飛 那雲飛的任務呢 他的任務是 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離開龍城 返回江北解放區 站長 站長 我不能回去啊 我 慌什麼 共產黨又不知道你已經棄案投名了 不 站長 我回去會很危險的 一旦事情敗露 我就前功盡棄了 不要再說了 站長 你送那雲飛回去收拾東西 是 不 站長 站長 我不能回去啊 你必須回去 快到 沈唐 站長 冰死一向的港少車了 今天晚上把大雲飛的那部電臺 送到這兒來 是 放棋 從今天開始 你就做楚河組長的助理 具體做什麼 他會告訴你的 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幹什麼呀你們 你 我 阿姨 阿姨 張婦 長官 你怎麼醒了 來 来,快坐下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就没叫你 我们要想办法营救风车 她叛变了 她把知道的都交代了 并且,纳云飞明晚要回解放区了 这两个叛图都不错了 她们对华海榴莲计划和杜江部队的威胁 是,是致命的 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怎么办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暴露自己 干掉这两个叛图 再一个,就是继续当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corrhiz 豁瘾 要是不死,那要活着就好了 我们的相当地 公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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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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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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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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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